奇妙造物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若白基42章3节 我们的一位研究生 他叫克里斯丁娜 他带了一个抛物线定点收音麦克风 耳机和录音设备 在田野和实验室里面 花了几百个小时 录下了三种不同种类的 红性色蜀的叫声 为了研究方便 赶紧过的地点、时间、温度、湿度和很多其他环境数据一一的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 他还和其他科学家就一系列的试验进行合作 选择同一日分别在距离去南北数百英里的地方 记录同种色蜀的叫声 到底克里斯丁娜发现了什么呢? 他的研究报告显示 红性色蜀用来吸引痴性的球偶情歌 受到影响的时候会呈现巨大的变化 其影响因素就包括蜀蜀的寿命 习性、习性、环境因素、甚至蜀蜀发生器官的构造 你或许会说 嗯,谁在乎蜀蜀的叫声有什么变化? 我来告诉你,谁在乎呢? 在美国和欧洲近千位研究极端复杂神经系统的科学家们 他们几十年来努力不懈 就是为了要搞清楚 明白到神经细胞之间是怎样传递信息 这帮人就非常在乎 由于人类和老鼠的神经系统太过于复杂 于是科学家他们就选择了用蜀蜀作为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基于痴性蜀蜀 如何回应红性蜀蜀的球偶情歌 很久以前有一两位科学家曾经录下红性蜀蜀的球偶情歌 总结了当中的特点 并且在他的著作里面加以论述 如今这首球偶情歌已经由电脑生成 在全世界数十个实验室里 循环播放了几千万次 以研究痴性蜀蜀的神经系统 是怎样被这首所谓的完美情歌所打动 并且是作出什么回应 克里斯蒂娜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研究 还有很多空白是需要被填满 我们对神经系统的了解 其实依然是浅薄得狠 如同上帝奇妙的创造 生命在我们眼中虽然沉上 但实质充满傲比 生命的真相真是复杂到 令你和我都难以置信 主耶稣 你今天为我预备了什么的惊喜呢 请你用丰富无尽的知识教导我 我越了解你所创造的万物 我就越发的敬拜 并尤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